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刘庸说遵旨 皇上纳闷 什么事你就遵旨 国舅大街上骂我来着 我就那么办了 皇上说怎么办了 就那么办了 斩了 不过我没斩 我炸的 废话嘛 怎么一样 皇上一听就急了 这刘庸啊刘庸 特意的胆大了 两个国舅爷呀 你说闸就闸了 真是先斩后奏啊 当时一生气 吩咐手底下御林军把刘庸推出武门 要消首示众 这刘庸呢 一听要砍自己脑袋 朝上搭工万岁 臣 我是奉皇命的钦差 有人辱骂钦差案大清律 本就应该斩首 那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度 那您今天为什么又要斩我的头呢 皇上一听 这个气 斩你的头 你离了北京城 下山东你是钦差 在北京城里头 你算什么钦差啊 万岁 臣我可带着圣旨呢 见圣旨如见君王啊 这点道理谁都明白 既然我带着圣旨呢 他骂我就跟骂您一样 您小舅子要骂您 您怎么办呢 皇上一琢磨 我不能跟刘庸再废话了 我再多跟他说呀 我不一定说得过他 哎 少要啰嗦 来呀 把他推一聊出去 万岁咱们一吩咐 手底御林军呼啦一下上来 拿着中校袋 刘中堂 您别让我们动手吧 刘庸点了点头 把自己的官帽一摘 朝珠一摘 把自己的官袍一拖 身上这几件呢 代表朝廷 把这个拖下去 剩下这素衣就是自己的了 把这中校袋往脖子上一挂 哎 我全懂 好可叹哪 我去不了山洞 救不了山洞的父老乡去了 哎 这么一吩咐把刘庸推下去 那给他问斩行 谁当奸斩官呢 满朝文武这么一看 何人奸斩刘庸 好多大臣的都不愿意去 干嘛呀 说刘庸平时脾气古怪 总是那嘻嘻哈哈 跟这个开玩笑 跟那个饭点坏水 可罪不至死啊 毕竟还是忠臣 本质不坏 这时候文班当中出了一人 其病万岁 臣愿做监长官 万岁一看 嘿嘿 礼部侍郎阿良 为什么这阿良要做监长官呢 因为阿良有儿子 大街之上调戏民女 让刘庸呢 塞炸刀里给炸了 这阿良跟刘庸有仇 但是又惹不起刘庸 现在好不容易逮这么一时候 那还不落井下石吗 所以身边小人有时也不少 万岁一看 好 准奔 阿良你去做监长官 给了一道圣旨 阿良托着这圣旨 尤打八宝金店也出来了 购奔五朝门外 那么这会五朝门外呢 发长已经立起来了 奥龙庄觉悟台一搭 刘庸呢 在边上站着 按说呢 应该是等到五十了 准备问斩了 给刘庸上上绑绳 推到发场的发台之上 这个阿良啊 拿着这圣旨 小人得志 您琢磨那劲 哼 信了话说 刘庸锅 刘庸锅 您也有今天 当时咋我儿子怎么说来着 现在我要为子报仇 哼 心里痛快 晃晃悠悠悠走出五朝门一看 刘庸正在那凉快地呆着呢 气儿就不打一出来 来啊 撤去中小带 把刘庸与我绑了 他是监长官 发长之上他官最大 那些个御林军也得听着啊 往前这么一上步 从刘庸脖子上把这中小带拿下来 大麻绳一套脖子 一斑肩膀 五花大网 给刘庸捆成粽子了 刘庸 刘大人 说着话 阿良一脸的媚笑 看着刘庸 这个刘庸啊 瞧见他心里这个恨呢 没想到 没想到 满朝文武 我居然是你阿良给我当监长官 一扭头 阿良这么一瞧 刘大人 今时日不同往日啊 没想到 没想到 一向已连结自居 不雅如沙赵万展明灯的刘青天 也有今天啊 哈哈哈哈 来啊 吩咐一声左右御林军 把刘大人压到发场之上 吩咐一声 御林军上来一滴了刘庸 可就推在这发场上了 那太阳就是正晒着 虽然说这会儿呢 太阳没出来 那你跟这儿过一天也受不了啊 架的正中间 来啊 通知火公司 先放追魂炮 说这么早放追魂炮 没有 按说呢 万岁说了五门外 处展那也是五十三刻 您怎么也得到五十了 再放这追魂炮 一刻放一炮 第三刻放完炮了 杀脑袋 阿良着急 先放一炮 震震他的威风 火公司也听话 把这追魂炮推出来 夹好了钩杆拿起了火声 摇去蒙头灰 拿嘴这么一吹 火轴子正亮 对准这信门往下这么一捅 火尽烟出 就是一炮 这一炮把金鸾殿上这些大臣震在心里就是一惊 怎么这么快就放追魂炮了 三声炮响人头落地 哎呀 满朝文物求求情吧 赶紧的大战伙全都跪在那儿 万岁呀 刘大人一心为国一片赤城 还望您看在他福宝大清国 那么多的功绩上头 您还是饶他不死吧 那边也说请您饶了刘大人吧 皇上这会儿心里着个气 他扎国舅你们怎么不管呀 当时一叫边上小太监 来呀 天子剑请出 又这招 他这么一吩咐 小太监赶紧的把这上方宝剑 天子剑往出这么一请 往这庙堂之上这么一挂 行了 挂上这剑什么意思 谁也别求情了 谁求情就与刘庸同罪 大伙一看这剑呢 全都不言语了 为什么 不敢说了 皇上又下一道指 大殿之上文武百官 谁也不许离开金鸾殿 如若离开金鸾殿 也与刘庸同罪 这话什么意思呢 怕有的大人从这下了朝 跑后宫见老太后去 刘庸是老太后的育儿干殿下 刘三千岁吗 真说你倒是找老太后一求情 老太后往前的一来 说你不许扎刘庸 那是我干儿子 皇上呢还没法办 毕竟那是老娘 为母命是为不孝 所以让所有的人都不许走 怕有人给通风报信 皇上安排完了 坐这等着吧 我倒瞧的你刘庸 还有什么咒念 大伙跟这等着 那一炮呢 也把这东华门外的 张成刘庵给震着 纳闷的 怎么又放了追魂炮呢 昨儿个上朝要长河的人 发场就搭起来了 就是什么路子 这俩人呢往里头一走 这么一看 怎么发场这人瞧着眼熟啊 刘安在边一捅张成 什么叫眼熟啊 你瞅长那样跟个鱼钩似的 那不是咱们老爷吗 咱老爷怎么上了发场了 张成也急了 这俩人蹬蹬蹬跑几步 要上这发场跟大人说两句话 这个阿良一看呢 张成刘安 你们俩当时已吩咐玉林军 拦了出去 甭进来 甭跟你们大人说话 就这路人手里有点权力 想方设法的 得给自己那仇人小鞋穿 张成刘安被拦的发场以外了 哎呀老爷呀 这咱进不去可怎么办呢 张成急了 刘安一瞧这 别急 这么着得了 你在这盯着 我赶紧回咱府上 通知夫人那少爷爷 让他们来 真说咱俩是下人无所谓 怎么也得让夫人少爷知道啊 万一到时候要开刀的话 怎么也得跟夫人少爷交代交代一言呢 张成一琢磨 对 那你赶紧这 赶紧去 张成呢在这发场外等着 刘安呢骑着快马 够奔东德相府 告诉自己家的夫人 说老爷不好了 在五朝门外上了发场了 可能是哪句话得罪皇上了 要问崭刑 夫人一听也急了 说刘安呢你赶紧上东院 告诉咱少爷刘焕之 带上他我们一块去 刘安到了东院见着刘焕之 刘焕之正跟左连城啊 哪念书呢 刘安来了一说 怎么来怎么去 刘焕之着急了 赶紧要走 左连城边上听着也急了 快这大人爷 那也想去呀 那也送送刘大人爷 行行行 甭废话了 一块走一块走 他们带着孩子们呢 奔着五朝门又来了 咱再说 刘庸在五朝门这跪着 一会儿的工夫啊 就听见 马挂链链声响 来人了 谁来了 揪头太岁郭英 郭英今上早朝怎么晚了呢 这有个原因 头一天大殿之上 不是让刘庸做钦差吗 今天上殿面君辞别皇家 然后在卢沟桥送行 刘庸就下山东了 郭英想着啊 给刘三哥做点好吃的 这个道上呢 也好有个干领 说这个我三哥呀 爱吃山东的大煎饼 我呢吩咐手底厨子呀 多给烙两张 烙个热乎乎乱腾腾的这个煎饼 我到时给我三哥带上 起一大早呢 竟跟家摊煎饼 所以呢上朝晚一点 正好踏进五朝门 看见啊刘安刚往出跑 这边呢刘庸绑在发场上 哎郭英纳闷了 不是今儿个慈王家下山东吗 怎么上了发场了 当时纳闷 有打这马上下来 走到发场边上 玉林军不敢拦呢 说张成刘安那是手底下人 还能拦 这个太岁 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玉林军往边这么一撤 郭英晃晃晃晃晃 就上了发场了 奔着奥龙柱绝护台 往上就走 走过来 哎三哥 您怎么了 刘庸听说话的一抬头 哎呦 郭英啊 您怎么来了 我不给你送行吗 不说上山东吗 这这怎么了 你干嘛了 嗨 别提了 今儿早起上朝啊 有俩人拦叫骂我 让我给炸了 郭英一听 谁拦叫骂你 贵胜贵 那俩国舅爷 哦 俩国舅爷都让你炸了 对 都炸了 郭英你听这事办得好啊 炸就炸了吧 可人家是国舅啊 哎 国舅怎么了 咱那皇上不称别的 舅那舅爷多 什么大舅子小舅子满朝多少个呢 还差那俩 反正那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炸了炸了吧 那不成啊 万岁万罪要砍我的脑袋 郭英一听 孙哥你放心 我呀上金殿给你求情去 左右看了看 谁给你当监长官啊 刘云一抬头 阿良 嘿嘿 郭英一听怎么着 阿良给你当监长官 他跟你有仇啊 真说我现在上殿求情去 万一这阿良要害怕 提前问斩行呢 即便是待会我求下情设止下来了 阿良告诉已经炸完了 那怎么办呢 当时眼珠这么一转 您别看揪头太岁郭英 浑浊猛了 但是也有着细心之处 嗯 三哥 这么着 我呀带着你这监长官 阿良一块上殿给你求情去 刘云一听 你这不是玩笑 他与我有仇 有沙子之仇 他怎么可能跟你上金殿与我求情呢 你放心吧 跟这等着我 说完这话 郭英一扭头奔着尖展棚就来了 阿良在里头看见了 哎呦 怎么把这位爷爷给叫来了 这我可惹不起呀 当时呢也是一脸堆昏 哎呀哎呀 这不是郭千岁吗 哎这郭英呢咱前文叔也说过 也是玉儿干殿下 郭千岁 哎 王废话呀 我听说你当监长官 是是是 让万岁的旨意 监展刘云 那跟我上金殿 帮我三哥求情去 您要去您去 您去求情去 我这有皇命在身 我还得看着这圣旨呢 心了想啊 你赶紧走 我把郭英之走了 我立马吩咐就把刘云去 刘云砸了 到时候你们再回来 刘云没了 我瞧你们怎么办 心里的是这么想的 您您上金殿求情去吧 我我跟这看着圣旨 我你们一听 皇宫内院圣旨谁敢偷啊 就跟这搁着 看他干嘛呀 走你跟我一块去 我就不去 你跟我去不去 我别去了 你去不去 说着话 往前一伸手捧 把这阿良胸口就给攥住了 往前这么一领 隔着这公案桌往前一带 你去不去 哎 不是 先说 我我别去了 您去吧 我不方便 别废话 你去不去 说着话 右手也上了 揪头太随郭英啊 身高过丈 那手跟大祸鞋似的 这就往那脑袋上一按呢 就跟那个梁美脊姚明 那大手钻篮球似的 让您瞧啊 就跟咱们钻一苹果那感觉一样 这手往脑袋上一按 你去不去 我别去了 你不去 说着话往后这么一拧 您琢磨那还好得了 阿良这脑袋一百八十度转过去了 哎 你小子拿后脑勺对着我 你看着我 说着话又半圈 三百六又转回来了 您琢磨活人这脖子转一整圈 里头又没转轴 那大金一瞪那脸全变形了 嘴直抽抽 郭英纳闷 哎 这嘴里头直抽抽 你说什么呢 他也损问别人玉林军 哎 你看他这怎么了 玉林军你倒说呀 说这人抽死过去了 没有 哎哟 千岁爷 阿良大人那骂你呢 你看他那嘴里头 都不是好话 郭英一听 嘿 好小子你骂我 得嘞 就这儿吧 说着话把这身子往这岸子上一摁 把这刨幅从底下往上一翻 整个就把阿良这脑袋包在衣服里头 一个手摁着枪子 一个手照着腮帮子往下一捋 抖 抖大的人头裹到棺袍里头就蹲出来了 因为有这衣服裹着也没见什么血 这郭英呢把这袍幅这么一卷 得嘞 留你半肩孙子跟那儿看圣旨 你呀 给我上殿求庭去 想得挺好 拎着这人头就上了金殿了 到金殿一看呢 所有人全跟这儿站着也不言喻 万岁往上一坐 往前紧走两步 万岁 哦 是郭玉帝呀 何事 我给我桑哥求情来了 我听说他把贵生贵剑炸了 我觉着炸得挺好 您哪 下道旨意把他放了得了 皇上那能看吗 哎 玉帝呀 看这是什么 说着话一指这天子剑 郭英一看 哎 你又弄把宝剑不让我们说话 无所谓 啊 不光我一人 连监长官阿良都看不下去 他跟我一块求情来了 前龙爷一听 阿良也来了 往郭英后的看可没人呢 哎 郭玉帝 阿良阿大人哪儿呢 哎 这儿呢 说着话把这包袱往前这么一扔 衣服打开 露出里的人头 前龙下了个亡魂揭冒 哪儿的事咱把人头弄来了 哎 万岁 这有头有脸吗 这就有面子 我带着他来求情来 他那身子呢 在外的看着圣旨呢 万岁啊 您就把我三哥放了吧 哎呦 给乾隆这气 你 你太浑了 厮杀朝廷命官 你再是千岁也不成啊 来啊 把郭英也给我绑了 推到五门外陪你三哥去 那玉林军不敢进钱啊 谁也打不过他呀 有那金瓜武士拿着金瓜 千岁爷 您得尊皇命 哎 郭英一看 嘿嘿嘿 好啊 你们拿金瓜呀 干嘛继我的顶啊 都拿住了啊 没准待会我要抢过来 我可就把你们继了 说完这话看着皇上 万岁 把我三哥放了吧 不放 你要不然陪你三哥去 要不然你上德龙叔案来 把我的头也揪下来 郭英你听这儿干嘛 哎 我说万岁 我揪你脑袋干嘛呀 对呀 我说话你不听 皇上传旨没有用 那你不就要谋朝造反吗 你把我脑袋揪下来 你上我这儿坐这儿 你当皇上怎么样 郭英一听这话 万岁 您还真别觉着怎么着 这这皇上啊 我还真不惜得当 我们老郭家世代忠良 您要真说让我来一个造反了我就 不不不不当 这么这儿得了 我想看得开 我陪我三哥去 咱们兄弟回见 郭英晃晃悠悠悠往外走啊 满朝文武全瞧傻了 这东西干嘛呢这是 大道发场 郭英下店咱暂且不表 这时候呢 刘安带着左连城这些人呢 也到了武门外了 这会儿没有监长官了 发场也就随便进了 好这一家人呢全都奔了发场了 二龙住觉会台之前 刘庸的儿子刘焕之 还有左连城这俩人跪在刘庸身前 一人抱着一条腿 痛哭流涕就要气不成声 刘大人呢看看刘焕之没说话 倒是看着左连城眼泪下来了 孩子我的命恐怕不保啊 你呢也就别告状了 速速的离开北京城 回山东找你们老娘 赶紧搬家活命要紧呢 小孩一听直哭啊 六大人你还听你话 那不告状呢 那这回山东 我想救刘大人啊 我找我改天能救刘大人吗 小孩一边哭一边说 一提干爹 刘庸刘大人如梦方醒啊 哎呀 我怎么把那二喇嘛也忘了 有他呢 当时咱们一琢磨 对 孩子你呀就去护国寺找你干爹 这事你干爹要能管他来你就跟这来 你干爹要不能管他不来 你也就别回来了 你在护国寺还安全一点 小孩一听 行刘大人那这就去护国寺 可是哪不认识 上回来的时候不接道啊 张成边一脚 没事 不接道我带你去 我骑着马去 咱赶紧着 说着话过去 把这孩子抱起来 往那马安上的这么一放 张成也没客气 任等班安城夸坐地 带着小孩奔护国寺 这俩刚走 郭英出来了 往这发厂上一跪 三哥 我给你救伴来了 咱哥俩一块走 省得道上没有说话的 咱再说这小孩做连城 跟着张成到了护国寺 到护国寺门口呢 张成把他放下来 你去进去 赶紧找二喇嘛爷去 这个我就回去了 我赶紧陪着老爷去 万一还有什么事呢 吩咐完了 张成回皇宫 小孩呢就进护国寺了 进了护国寺 这些个喇嘛呀 有认识小孩的 哎呦 你不是左连城吗 那张大改帖 好好好 师弟 来来来随我来随我来 一领着呢 带着小孩可就奔后堂了 这时候二喇嘛爷呀 刚做完早课 正这歇着呢 奉念佛法经卷 就听外边啊徒弟说 师父 师弟来找您了 啊 二喇嘛一听谁呀 小孩一推门进来 改天呀活不了了 活不了了 要了命了 啊 孩子怎么回事啊 哎 刘勇刘大人 要逼傻兔了 让您去救了他千年 二喇嘛也听完点了点头 孩儿 与我上殿 灭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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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